美国总统欧巴马25号公布了对抗气候变迁的新计划 包括了对发电厂施加新限制二纸碳排放 以及评估墨西哥湾沿岸的代建树油管是不是会造成全球暖化 欧巴马表示他要带头对全球暖化做出行动 星期二在乔治成大学的演说上 欧巴马提出两大对抗气候变迁的新计划 针对减碳 欧巴马曾在2009年承诺 美国在2020年前要减少碳排放到2005的17% 美国每年印斩煤发电大约排放1870吨二氧化碳 新计划又助长美国达成这项目标 至于横跨加拿大至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代建树油管 欧巴马警告一旦确定树油管会加深全球暖化 就不放行兴建计划 国务院目前正在评估 树油管兴建是否符合美方利益 allowing the keystone pipeline to be built requires a finding the doing so would in our nation's interest and our national interest will be served only if this projec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exacerbate the problem of carbon pollution 虽然仍有人对气候变迁科学存疑 加上计划可能冲击经济复苏 是部分国会议员拒绝推动遏止气候变迁计划 但欧巴马誓言行动 也呼吁其他国家一起面对这项全球威胁 新常人雅客电视国际新闻部编译